根据马来西亚羽毛球公开赛最近战报 我国混双陈炳顺和吴柳盈 在迎战中国的王毅律和黄东平 他们苦战三局之后败下阵来直步八强 陈炳顺 吴柳盈胜以19比21 21比16和25比27输掉了比赛 无缘晋级半决赛 至于我国另一支混双 陈建明和赖佩军 则会在稍后的比赛迎战印尼的选手 另外台湾一姐戴资颖 以及中国男单陈龙 成功拿下了对手 顺利报道半决赛